不知道会不会带着自己工作室的同事们出去玩一玩 嗨一嗨呀 他们应该不会想要跟我出去玩吧 他们平时连吃火锅都不想带我 因为他们觉得跟我吃火锅还得顾着我 就是还得订包厢 如果不用跟我吃火锅的话 他们就不用订包厢这种 所以就是他们连吃火锅都不愿意带着我 更何况是出去玩 被嫌弃了吗 非常讨厌我他们 他点头呢 我都不愿意带着我